90年第28條 好像問得好鬼說 以下它是有Factors of Production 經濟學講有四類 Land, Labor, Capital, Entrepreneurship 它的回報 可以決定的 當產品是買了的時候 哪一個回報是之前決定 哪一個回報是之後才決定呢 對嗎? 通常就是 Capital Capital, Labor 一些都是之前就 決定到的 Entrepreneurship 那個回報是之後才決定的 Entrepreneurship 那個回報就叫做Profit Profit什麼時候才有呢? 那你是不是要把revenue 減了成本之後 revenue什麼時候才有呢? 只要把產品買了出去 那才有revenue 所以答案就會是D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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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